如果你今天开悟了,你不会为你的过去再难过,这叫逢苦不忧,因为苦就是让我们得到甜的前奏。 一个小孩子从小生出来,如果他不知道什么叫苦,他永远不知道什么叫甜。 所以我们一切人间的东西要得失从缘,也就是说不管得到了和失去了都是缘分。 今天我们能够有殊胜的姻缘,那是我们上辈子所修。 如果今天夫妻还能相聚,那也是上辈子的缘分。 如果我们今天还能跟孩子平平安安的过日子,说明我们跟孩子还有善缘。 所以等到哪一天,缘尽了,缘没了,实际上这个世界什么都没有了。 希望大家得失从缘,因为人间一切友情的烦恼,均来自无名啊。 就像很多人,因为他不知道母亲生出的儿子,很多时候都是他过去的先生。 所以当一个母亲有孩子之后,他爱护他,他就开始迷恋自己的孩子。 这个时候他们就是在恋爱之中,在还前世的报啊。 所以很多人不懂就叫无名。 所以自己做错的知见,也就是说,我今天做错了,我认为是对的,那你就错上加错。 台长经常跟别人说,自己的错误很难马上就明白。 有如一个人扭自己的寸衫一样,一颗扭扣扭错了,你不知道,一直会扭下去。 等到最后的时候,你才觉得,哎呀,我原来全部都错了。 这就是人的错误的知见,唯有用佛法的智慧来自我检验自己。 了之无名,断除贪念,你才会得到解脱呀。 很多人问台长,说台长,我天天吃苦,我很难过,我怎么修行? 台长告诉你们,吃苦就是在转业,吃苦就是在转你的心。 所以,不要怕吃苦,因为到人间吃苦,就是在消你过去生当中的业力。 所以,转心,消业,你才会把生活中的一切苦化为乐。 苦实际上就是快乐的因,所以我们在人间,要以苦为乐,提升境界。 什么叫苦,因为苦是一个抽象的概念。 想一想,当我们小时候觉得很苦的事情,现在还有吗? 想一想,当你们牙齿痛的时候,你们那种痛的感觉,现在还有吗? 当某一个人在生孩子的时候,她的痛,现在成为一个老妈妈了,她还会有这些感觉吗? 这就是佛法所讲的,人生的一切都是虚幻在变化当中。 台长告诉大家,有一名妇女,她发现三名白胡子的老伯伯,长者坐在她家的门口。 这名妇女不认识她们,就说,我不知道你们是谁,三位长者。 也许你们饿了,请进来吃点东西吧。 这个时候,三位长者就说了,我们不能一起到你们家里来的。 因为我们的名字有三个名字,分别叫做财富,成功,还有健康。 这个时候,你和你全家商量一下,请我们哪一个人到你家先进去。 之后,丈夫说,请财富进来。 因为财富到了我们家之后,我们家就发财了,发达了。 所以呢,结果她的这位妇女说,我们还是请成功进来吧。 因为只要成功了,我们什么都会拥有了。 最后是女儿非常的智慧,女儿说,爸爸妈妈,我们还是请健康进来吧。 一家人身体健康最重要,身体健康可以享受幸福的人生。 丈夫对妻子说,听女儿的吧。 接下来,他们就把健康请进来。 健康老人一进来之后,那两位长者也进来了。 结果后来就问了,老者,那么你们为什么健康老人一进来,你们也跟进来啊? 这位老人就说了,因为我们会陪伴健康到任何地方。 我们的财富和成功都离不开健康啊。 如果你们单单的请财富到家里来,你会失去健康。 如果你单单的请成功,你会失去你的健康。 所以人生幸福的基础就是保护好你的健康。 人在贪明贪力的时候,早就忘了自己应该注意的健康生活和身体。 学博人,心体和心灵都要健康。 这是学好佛的基础啊。